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追风者 一场信仰之旅 一段红色记忆 在历史的长河中 有些故事如同璀璨的星辰 永远照亮着后来者的道路 近期 央视新闻与《炎黄子孙》杂志 共同聚焦于一部电视剧追风者 它不仅是一部影视作品 更是一次对红色信仰的深刻追寻 一次对革命精神的深情致敬 特别是剧中主角魏若来 由王一波饰演 他的形象不仅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 更成为了无数人心中追求理想与信仰的象征 一、红色过多的呼唤 江西瑞金 这片土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 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被誉为红色故都 追风者将镜头对准这里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地理位置 更是因为他所蕴含的精神力量 剧中 魏若来说出那句我要去瑞金 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这不仅是他对哥哥的缅怀 也是对红色信仰的渴望与追求 这句话 如同一声号角 唤醒了许多人内心深处 对理想的向往和对历史的敬仰 二、魏若来 信仰的力量 魏若来这个角色 是千千万万在追求红色信仰道路上 不断成长的青年的缩影 他从一个职场小白 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 这一过程充满了挑战与魔力 但正是这些经历 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王一博通过精湛的演技 将魏若来内心的挣扎 成长与蜕变展现的淋漓尽致 他不仅仅是在表演一个角色 更是在诠释一种精神 一种在逆境中不屈不挠 为信仰而战的精神 三、追风者 信仰之旅的启示 追风者不仅仅是一部 讲述个人成长的故事 他更是一次关于信仰与理想的深刻探讨 剧中 魏若来的成长之路 实际上是对每一位观众的呼唤 让我们思考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我们是否还能坚守初心 是否还有勇气追求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 四、红色之旅 永不止步 正如剧中的经典场景 时送红军 每一次回望 都是对历史的尊重 每一次前行 都是对未来的期许 追风者不仅是一次视觉上的享受 更是一次心灵上的洗礼 他让我们明白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那些为了信仰而奋斗的身影 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与学习 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这不仅仅是一种象征 更是一种承诺 一种对未来的希望 追风者以他独特的方式 告诉我们 只要心中有信仰 脚下就有力量 无论前方的路有多么艰难 我们都能够勇往直前 追寻属于自己的红色之旅 让我们跟随未若来的脚步 一同踏上这场信仰之旅 去感受那份深藏于心的红色情怀 去体会那份对祖国 对人民的深情厚意 因为每一步前进 都是对过去的致敬 对未来的承诺 追风者不仅是一部电视剧 它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一份信仰的传承 一个时代的呼唤 让我们一起 向着光明的未来 继续追风前行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